樹會倒是根 自己沒有站穩 我們來看一下 像這個 根系這裡已經完全潰爛了 根是站住的最重要的結構 那這個為什麼潰爛 就是粗草機啊 粗草機打的 根系的傷害 或者像這樣 它越長越出來的時候 我們看一下這棵樹 地上部呢 像這裡有一塊水 它已經長到這樣 於是再長會怎麼樣 因為它受到壓力它會長更快 於是到最後呢 就變成這樣 那這個地方只要搖晃的時候 這個地方也潰爛 於是到最後這裡 這個潰爛以後 這個樹就死掉了 那這個是什麼 樹的哪裡出問題 跟各位報告 不是樹的哪裡出問題 是這個馬路出問題 這個人行道出問題 樹本來就是這樣長 它在61年演化以來 就是想長成這樣 是我們人不懂 我們才把樹屑設計成這個樣子 這個樹屑裡面的有效土壤的體積 一定要是這裡上面的三分之一以上 地上部的三分之一以上 它沒有這個地上部的三分之一以上 體積的時候 沒辦法容納它的根系 於是它就會浮起來 讓你再去改建 我們現在說為了體貼樹 我們就改做這個直屑 各位看這些樹就等得到 好 像這個 這個地方我們會變形 這就是 這是什麼樹 九平藍 不是 這是張樹 這是張樹 這裡面已經潰爛了 所以它才會這樣子 這也是 這個已經潰爛在這裡了 這是在我們台中 各位看有沒有很恐怖 這個呢 不是樹的錯 但是樹已經無可挽回 像這個 為了做工程都把它截斷 這裡面都潰爛了 好 看這棵樹也是 好 看這棵樹也是 為什麼會這樣 因為大家都上來踩踏踏 踏踏 踏踏以後 那這個為什麼會浮起來 是因為土壤陰化 浮根就是跟我們講 浮好硬 好 但是呢 樹當它搖晃的時候 地上部呢 是呈現三種力學 樹幹上面 這個地方是呈現壓扁的是 擠壓壓縮的力學 這邊是拉扯的力學 中間是斜向剪立的力學 可是在地下部呢 全部都是拉扯的現象 拉扯的現象 然後可以看到 那不同的根型 不同的根型 就有不同的力學 我們可以看到 像這樣的根型呢 它是非常危險的 可是同樣是類似這樣的根型 這裡有畫往下 有畫這個斜斜的代表 它有往下的拉扯根 具有拉扯能量的根 那這裡的硬力的分布 就完全不同 就完全不同 我們現在研究室 也在做類似這樣的研究 是地上部的 這個是地下部的研究 這是Matek做的 那我們再來看 這個呢 就是剛才的 類似剛才的這個硬力 這個是沒有拉扯的 這個是有拉扯的 這個硬力完全不一樣 那我們可以看到這裡呢 有這個呢 板根的現象 有板根的現象呢 這個樹呢 它的硬力呢 就又改變了 我們就會發覺呢 它這裡的 原來是會 立密集的地方 會改變掉 所以各位看 一棵樹呢 其實它的受力最大的地方 從外表來看是哪裡 是跟圈跟頭的這個附近 對不對 那這個地方呢 受到力最大 那請問 假設我用除草基除了這個地方 是不是又受到外傷 受到外傷 又受到外力最大 於是最容易斷掉 因為這裡 只要受到外傷 腐朽菌就會入侵 然後它又是受力最大的地方 又是一個缺陷點 是不是很多樹 就從這裡斷掉 好 那另外的 像這樣子的樹呢 在樹框裡面 它雖然有拉扯力 可是它跟這外面是水泥 水泥跟這個根之間沒有力量 所以它就倒掉了 那我們可以看到這個呢 也是這個跟這個比較 這個還有向下根 這是有拉扯根 這是有板根 所以樹呢 假設它一開始 為什麼這個根是 一樣要長到地面上面來 這個是橫向的根 這個是板根 它的道理是什麼 當然是支撐 可是這些力呢 這個根的往橫向走的時候 這會有板根 代表它拉到了 硬力有承接到了 這種是沒有拉到那個力量 根呢 它這個地方可能風也很少在搖 所以它並沒有這樣子的一個 相對的硬力的刺激 就不會長出這個板根來 但這個 這個都是從這個地方斷掉的就是 這個地方呢 其實在屢次的這個拉扯之下呢 這個根早就斷了 各位看 這棵樹呢 早就腐爛掉了 第三步看起來都好好的 可是其實這棵樹在這裡面 它已經爛了多少年了 我觀察這棵樹大概觀察兩年 它在倒下來之前兩年 就已經長出靈枝來了 為什麼長出靈枝來了 為什麼長出靈枝來了 因為這一個地方 原來這棵樹的附近是一個草地 後來呢 建了停車場 各位有沒有很熟悉 這個停車場的形狀 火光路旁邊那個摩托車停車場 中間原來兩棵鳳凰木 建了這個停車場以後 因為這個直穴積水 直穴積水 裡面潰爛 於是缺氧 那這個菌就入侵了 會知道鳳凰木是痘科的 舒木牙科的 於是它有非常重要的 就是根流菌的共生問題 那它跟這些菌跟菌跟流菌的共生呢 需要什麼 這些菌都有一個特色 就是他們很喜歡氧氣 有菌跟著生的 跟沒有菌跟著生的呼吸量 差五倍 為什麼 有菌跟的 它會代替根毛 它會大量的去吸水 於是它需要大量的氧氣 這棵樹原來藉著菌跟 藉著這些根流菌長得非常的好 可是後來做了這個鋪面以後 把外面的根切 把它弄 當然死掉了 切斷了 再做這個框把它匯集在這裡 於是它慢慢死掉以後 裡面就長出症菌來了 那於是左右一搖晃 它受力在哪裡 是不是沒有 我們可以看到就是這個樣子 有沒有 潰爛在這個地方 會斷掉在這些位置上 為什麼 因為受力點就在這裡跟這裡 它沒有向下拉扯的根 你看向下拉扯的根早就斷了 你這斷裂點在哪裡 斷裂點在中心的位置 在這個旁邊的側向的位置 有沒有 跟剛才的力學的模擬是一樣的 直接 느낌이過去 打開 之後再給大家